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民众 关注流浪动物的议题 也乐于以行动来支持 投身了志工的服务 由花林县动植物防疫所主办的 动物保护志工特殊训练的计划 连续两天是在花林县的 劳工娱乐中心来授课 期盼借由课程 帮助民众对于流浪犬猫 有更深层的认识 强化志工专业的智能 协助推展动物保护的工作 由花林县动植物防疫所主办的 动物保护志工特殊训练计划 28 29日两天在劳工娱乐中心开课 首日来到收容所 随后室内课程也带了两只收容犬 陪民众上课 加深或修正民众饲养犬猫的经验和方式 第一堂课是在收容所这边 先认识一下我们花林县流浪犬猫中处之家的环境 那民众知道收容所 现在收容犬猪的状况跟犬猪 进所跟出所的流程之外呢 接下来课程我们会移动到室内 教导民众一般的动物保护的观念 还有我们特地在现场也带了两只狗狗 从从手带出两只狗狗 让训练师教民众 如果去训练狗狗的一般的行为 跟他的一些反应 那在第二天的时候呢 我们会针对民众饲养犬猪 最容易遇到的就是宠物的医疗 或是说在一般狗狗生活的状况 他必须负责到的一些美容跟那个洗澡的部分 教导民众这些技巧 那我们举办这个活动呢 主要是希望民众经由这一次的 这两天的课程可以激发起民众对动物保护的认识 跟对狗猫 激起对狗猫的一个爱心 也希望他们在这次课程受训完之后 能投身到动物保护的行列 不管是担任在那个松露所的志工 或是在外面 即使没有担任志工 也可以把动物保护的 那个想法带给一般的社会民众 每年一次 一连两天的动物保护志工特殊训练课程 除了一窥兽龙所真实面貌 也教导民众认识动物保护法令 还有动物亲和训练、宠物美容、犬猫医疗等知识 结束后颁发志工服务证 执判借由志工培训 让民众更了解动物保护 透过民众的参与和交流 激荡出更多新的想法或做法 一起为动物福祉努力 记得讲邦夜华林市报导